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9月2號,香港新增99001宗的確診個案,包括187宗的輸入性個案 下一則的消息,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天就和內地領導舉行線上會議 內地就表示支持逆向隔離方案,並且同意成立專班商議細節以及推進落實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今日就表示,內地和本港的疫情仍然在發展當中 要求完全通關是不實際的,但在安全情況下逐步放寬是可行的 還說到逆向隔離主要是解決內地隔離酒店房間不足,得到內地積極回應是好事 他就希望能夠盡早確定,相信日後健康疫站的名額一定能夠大幅增加 在完成隔離之後,亦都能夠安全地進入內地的 下一則消息,亦都是今天的重點,曾經被西方的所謂民主自由洗腦 上街遊行的亂港分子,現在卻因為他們的示威經歷,而被自己的精神故鄉所拒諸門外 近日持有美國國籍自小在香港居住的亂港組織民陣的示威活動司儀 鍾麗君自爆被英國拒絕入境 據悉鍾麗君在7月30日想在荷蘭坐火車去英國 在火車站過了荷蘭關口之後,沒有想到遭到駐站的英國關員的層層查問 鍾麗君對外媒益術,一名英國關員首先質疑他在英國的行程 為什麼會長達4個月的時間 對此他表示只會在英國探親及旅遊,並且已經買好了離境的機票 回答了現居住處及未來的計劃,並且提供了英國親人的電話給官員聯絡之後 鍾麗君仍然被告知當日不能上車,要下一日回到車站 再做一次全面以及公平的審問 到第二日,鍾麗君回到車站,官員除了要求搜查他的行李 再次對他的行程進行仔細審問 被問到什麼時候開始參與香港示威 鍾麗君回答是自2003年開始 被問到多年來是否因為參與香港示威 而與警察有任何的麻煩 他就說沒有 他還聲稱擔心會面對所謂的政治迫害 因此不會回到香港 但是這一段示威經歷就沒有討好英國政府 鍾麗君就說 關員堅持他沒有家居地址 不相信他入境英國只是為了旅遊 亦都不相信他入境之後會離開 根據英國政府發出的拒絕入境通知書 關員就說鍾麗君承認從來沒有因為示威 而遭到香港特區政府壓迫 他不回香港的決定 純粹是社會政治決定 作出全面檢視之後 不接納鍾麗君是純粹的旅客 於是拒絕他入境英國 在英國吃了閉門羹的鍾麗君 就轉移對美媒堅稱自己 並不是去英國申請政治庇護 只是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想離開香港 並且在回美國之前環遊世界 鍾麗君就承認自己當初想好像逃難一樣離開香港 又在賣慘說自己這一年都過得不好 所以一直期待在英國見到朋友 讓自己有動力生存下去 如今卻遭到英國拒絕入境 還訴苦地說到 完全摧毀了他期待的這一年的事情 整件事件現在突然間打散了 對於這一則事件 美媒就憂心重重地說 說鍾麗君的情況顯示 曾經有參與香港示威 而離開 但是又暫時沒有定居地的人 在入境其他國家的時候 有可能會遇到同類的困難 在香港修例風波期間 一些聯港組織禁願擔當西方反華勢力的棋子 試圖搞亂香港 香港國安法出台之後 這些聯港組織紛紛宣布解散 失去利用價值的他們 自然逃不過被拋棄的命運 更何況那些所謂民主自由大國 向來都只是希望美麗風景線 是發生起人家國家 一旦有人可能將這些風景線 移植來自己國內 這些大國就更加會打醒 十二分精神 嚴陣以待 北中麗君 之前身為民陣的活動思議 就不少去為著所謂的民主自由 而衝鋒陷陣 現在卻因為這些經歷 而被自己的精神故鄉拒諸門外 另一出鬧劇 著實看笑眾人 在有關消息的評論區 也有網友表示 被西方洗腦都沒有好下場 認為在外國人看來 竟然沒有利益可圖 就不會理亂港分子的死活 他們只有自我救贖的份 對於奈州的消息 Simon自己想多說兩句 我自己覺得 這個消息一方面表達出 表面一點的 手足是否被西方洗腦 現在無利可圖 西方就拋棄你們了 是否該死自我救贖 這套說法之外 我自己覺得 更加體現出 其實英國搞BNO 那些事情 是否幫香港手足 其實是給香港手足的錢 香港手足死不死 英國就不太在意 這件事件 你自己看看 這個鍾麗君 人家政治立場就很清晰 人家現在是去旅行 然後呢 離開英國的機票又準備好 當地的親人 真是有親人 給他聯絡資料 因為如果他的聯絡資料是假的話 英國應該可以有另一套說法 英國又沒有啊 我相信他們說的親人是真的 就是說 這個鍾麗君 政治立場清晰 過去去過旅行 旅行的資料都是有齊的 這樣都不讓他入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 英國很明顯就是 怕這一幫人 是不是沒有錢的 過到去 然後就要搞政治庇護 搞政治庇護 這樣說 如果你是有錢人 過到去英國 你政治庇護 英國都很歡迎來 但如果你是窮人的 去到英國 我可知你是不是手足 你呢 都不要進來英國了 其實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那現在活生生 正在做給你看 是嗎 好了 在下則的消息 香港之前的十二逃犯案 其中一名被告喬瑩 在上個月二十二號 在內地刑滿出獄 因為他是2020年上水村屋製造炸彈案的通緝犯 當日遣返回港 即被香港警方以藏有危險藥物 以及一項妨礙司法公正而拘捕 案件日前已經在粉嶺財法院提訊 2020年8月23號 十二逃犯案的被告之一條影遇 就聯同另外十一人密謀偷渡前往台灣 十二人在登船無奈之後 就隨即被廣東海警局所接獲 早前就有報導指出 十二逃犯案由所謂的黑暴金主之助 以每人十五萬的偷渡費 即合共一百八十萬 為十二名逃犯提供一條龍偷渡全包宴 由指揮協調安排參加快艇課程 出逃之前所躲藏的安全屋住宿 以及購買物資、設備、買船及陸路接送 到專人聯絡台灣接應 根據了解所謂偷渡全包宴 事實上只是安排住宿接送 快艇課程等不着邊際的協助 層層分工兼有錢落袋之餘 在航行路線、人身安全、入境方式方面 卻沒有實際支援 有立法會議員質疑 十二逃犯案發生後 隨即衍生出所謂SAVE12活動 以事件關注程度 眾籌所得的款項可能非常可觀 但值得注意的是 十二人在登船啟航後 無奈隨即被內地執法機關折獲 令人懷疑 背後有人利用十二逃犯來賣慘作招來 而大舉騙財 另外有媒體就報導 說消息透露 其實背後有人利用十二逃犯來賣慘 握錢 在握到大量款項之後 草宿安排所謂的偷渡 但另一方面又私下向內地機關部門去舉報 食盡良家查禮 這一些真正的幕後黑手 利用這些手足違法者對判決的憂慮、驚恐 以及失去判斷能力的弱點 將違法者一步一步推入著草騙局當中 手足最終淪為終極輸家 最後和大家看一則台灣消息 有台灣媒體報導 以高雄21歲聖彭男子為首的一個五人渣編集團 利用高薪口職利誘被害人上吊 讓被害人去應徵交付款卡帳號等物件的時候 將他拒禁到偏遠山區廢棄工地 對過一些想逃離的人士施以電擊毆打 有如柬埔寨詐騙案當中的人間煉獄 起高雄真實上演 日前台灣當地警方接獲報案 逮捕聖彭男子等人並救出7名被害人士 島內的輿論指出 台灣詐騙案曾出不窮 以前只是騙你的錢 如今變本加厲 將人騙去柬埔寨奴 最近高雄的這宗騙案 根本就是柬埔寨販賣人口的翻版 另一些主要原因 是因為台灣方面對騙徒多數採取輕判 詐騙集團於是有此無恐繼續犯案的 好啦 今天的消息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中文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好嗎